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目前是正在展出着兵马俑特展 但是就有议员发现说其中一个互动游戏拍摄展脸的摄影机 软体是来自中国 以此有治安疑虑 甚至主办单位也是中国的统战单位 兵马俑特展正在高雄科工馆展出 除了有展现工匠艺术的兵马俑像 参观民众还能透过摄影机镜头 进行人脸比对与兵马俑相似度的互动游戏 拍完照片如果清晰度不够 提醒重拍的文字直接出现简体字 施议员张博洋直指 系统使用的是中国软体恐怕有治安疑虑 如果今天是一个统战团体举办的活动 又用这样子的一个来自中国软体的机台 来收集民众的大数据 我们当然会认为有治安疑虑 另外活动主办单位中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张成中的终止与任务中明白揭示 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主要任务就是以文化交流与合作 作为发挥推动和平统一的重要桥梁 张博洋更指出台湾方的主办单位 社团法人中华汉为文化推广协会 曾经发表亲中立场 这项特展统战意图不言可遇 这个协会其实就是在习近平日前二十大喊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中国梦 要来统一台湾的时候 高分贝的对着媒体讲说 他们也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而且会愿意来做出贡献的一个协会 由于科工馆隶属教育部主管 张博洋不解为何没有做好把关 也呼吁家长在有自安疑虑的情况下 别让孩子的人脸奉送给中国资料库 记者旅中人高雄报导